十三 凡事因三思之符觉 体实而在行之 不可闻言而从 亦不可听之否须 三思之下 实施无道者 当进而穷根之言 玉密高天彩虹 而欲乌云之布 则宜于霞灰之浮沉也 视为过失 古人有三思而行 再思可以之说 实际上光三思而行 再思可以是不够的 在三思之后 还要具体去实践 以观察真实效果 这也就是说 我们绝不可以听说一件事情 就立刻不加思索地去办 而必须要加以认真思考和实践 但同时 又不能听到以后 马上就轻易地否定 认为虚妄不实 不去予以处理 如果在三思以后 觉得没有道理 并且实际去做 也还没有形通 这时都不能马上丢掉 而要进一步去挖根就底 就正如我们想见到高空中的彩虹一样 如果说 走到半须空中 被乌云所遮掌 就认为是上面只有乌云 没有彩虹 这就是错误 如果继续努力向上 进入更高一层空间 突破乌云 彩虹就会出现 所以 做世间上的一切事情 都是如此 在任何困难之下 都要进而穷根就底 这样 最后就不会犯过失 就会处理好一切事情 完成好一切事业